老先生的一句话 成就了德云一哥 在进入德云社之前 岳云鹏并不是专业从事相声行业 而是在北京一餐馆打工 一位老先生经常到岳云鹏打工的餐馆吃饭 发现岳云鹏非常勤快又努力 于是2003年 将岳云鹏引荐给了郭德纲 因岳云鹏的憨厚老师 常常遭众人嫌弃 因为他来得比谁都早 他来得给我爸娘的那种 他比谁都笨 你想啊 就跟他一块来孔云鹏要谁好 人都台上有门有压的 他跟这儿好 怎么都不行了 今天对面就在那边 德云社几乎所有的忠诚干部都找过我 咱把他开除了行吗 吃的比谁都多 什么都干不了 岳云从小不善言谈 甚至有些自卑 刚到德云社时 岳云鹏的工作是未告 打扫卫生 当孔云鹏都已经摆市 甚至登台了 他却还是在打砸扫地 后来来了一个新的同事 我说把条件给他吧 让他扫吧 我说好嘞 特别开心 把条件给他 一礼拜之后 人家把条件又给我了 老师说让我上台 让你接着扫 当年的岳云鹏年纪小 心直口快 不会没话人 更不会去讨好谁 因此遭到后台很多人嫌弃 经常有人到郭德纲跟前说 把这孩子弄走吧 而郭德纲的回答是 我就是让他扫一辈子的地 也不能赶他走 从此之后再无人敢嫌弃他 这人开窍之前 他确实很笨 但是他这个窍开了以后 他现在 我要看他在台上处理的 某些包裹啊 某些技巧的方面 他一点都不笨 而且很松明很松明 他 岳云鹏经过不断打磨 终于开窍了 当年的他显然不知道 他未来的十几年 会火遍全国 当然我们看到岳云鹏表面 风光无险 却不知道他背后的心酸 岳云鹏能有今天的成就 很多是仗着孙岳得来的 然后我们俩刚开始搭档的时候 会说一些个屎尿屁啊 说一些个那方面的作品啊 他就会控制我 他说你再说那样了 我就不给你捧了 我说为什么 那火呀 那个东西火呀 观众爱听啊 那会儿就不高级 你登不了更大的舞台 我说好吧 就忍痛割爱 把那些东西蒸了 作为岳云鹏的搭档 孙岳杜绝岳云鹏说那些低俗的语言 还好岳云鹏当时听进去孙岳的一番话 很自然 岳云鹏午上春晚 连师傅郭德刚做不到的 岳云鹏做到了 这其中孙岳的功不可摸 即便岳云鹏现在是得云一哥 也不忘当年孙岳的观点 再回头想想 都跟他的坚持是有关系的 在孙岳的帮助下 岳云鹏是一步一个脚移 如今的成绩 是他和孙岳时之命归得来的 为了回馈孙岳 岳云鹏承包了孙岳所有的大褂 大褂是你自己花钱做是吗 对啊 我跟孙岳做大褂都是我掏钱 知道吗 看孙岳的体型就知道 他的大褂也不会便宜 因为用料不同 刺绣图案不一 所以必须定制 然而岳云鹏为孙岳所做的一切 却得不到孙岳的感谢 孙岳那都是我做的 是吗 全是我媳妇做的 有一次我媳妇说 孙岳给您做那么多大褂 那意思是谢谢都没有 那意思是 要怎么着 要不退给你 孙岳被岳云鹏宠上天 而孙岳却没一句感谢 孙岳只是嘴上不说罢了 其中对岳云鹏的感谢都埋伏在心里 两人搭档多年 就是最好的证明 岳云鹏刚下春晚 被师父郭德纲浇了一盘冷水 我说刚才 我演的时候您看了吗 我说我不会看 我看他玩干嘛 他 他 我说好吧 当时我很遗憾 作为一名相声演员 岳云鹏第一次登上春晚 刚下春晚岳云鹏直奔玫瑰云 激动的找到师父 想必见面师父肯定要夸奖自己一番 等到见面时 师父撂下了一句话 我哪有功夫看那玩意 正当岳云鹏心情低落时 师娘却意外的暴露了师徒关系 我刚才我演的时候 我师父看了吗 我师父说你师父一眼都没辣 师娘的一句话 岳云鹏终于笑了 郭老师对待徒弟如亲儿子 明明自己比徒弟还紧张 就是嘴上不表现出来 岳云鹏登上春晚后人气飙升 用郭德纲的话说 岳云鹏成名的速度 就像过山车的速度一样 小岳今天还不错 但实话是说他这个节目 基本上他自己弄的 我也没参与 当时我师父生孩子呢 什么话这叫 所以说他应该是凭借一己之力 对能够最后冲到这个位置上 我们不谈名利 但最起码来说 从相识艺人的身份来说 他这算是坐山车上 蹭一下就蹿上去了 郭老师之所以捧岳云鹏 是看上了他的潜力 郭老师常说 每个人开窍的时间不一样 岳云鹏就是属于开窍比较晚的 郭老师以多年的表演经验 能够判断出岳云鹏 会在表演上有所突破 果然岳云鹏也没让师父失望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您对本期有什么看法 欢迎留言评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